湖南大山之中走出的顶级土猎犬 此犬种体型不大 二十多斤 身手敏捷 世世代代都生活在大山之中 造就了其胆大凶猛 善于追踪 对付小型野兽效果极佳 湖南狐子狗 名字来源于其外观 狗嘴旁边长着一圈粗糙的狐子 这圈狐子作用很大 打猎穿越深山老林当中 可以良好的保护头部 不被杂草刮伤 舌头上往往有黑色斑纹 野性十足 对于陌生人有强烈的敌意 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护卫犬种 纯种古老的狐子狗 性格强势 陌生人休想偷走主人家的任何东西 熟悉国产猎犬的朋友会发现 狐子狗和下狮犬外观极为相似 数百年前一批贵州人 迁移到湖南之时 带来了下狮犬 下狮犬与本地土狗搭配之后 形成了战斗力强悍的狐子狗 只是近期年狐子狗数量日渐稀少 原因在于当地人养外国品种狗的人越来越多 狐子狗与外来犬种不断的搭配 导致纯种狐子狗数量日渐稀少 因为自由恋爱导致一种优秀的国产猎犬消失 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